有聽到聲音嗎? 有的話回應一下 好,謝謝 那我上次有試過一個軟體 它是連接iPhone到PC上面的,就是這個 這個是5K Player 那我切換一下 等一下,切換一下畫面 好,那上次的操作就是打磚塊 打磚塊的層次撰寫 然後使用想使用這個手機來測試一下畫面 但是上次不成功的原因 好像是一個東西沒有開啟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他的提示 我去把那個服務開起來 然後就可以連線 這個是目前我手機上的畫面 那假如說我們要去 這個 去模擬我們現在的 程式畫面 那我 呃 需要做的就是說 剛剛有 我需要做的就是 要先把那個 模擬器先 在剛剛那個 模擬器的狀態先把它退出來 reset connection 然後他這個模擬器就關掉了 關掉之後就 再待命 然後我們去連接那個AI Compaction AI Compaction AI Compaction 出來 這個畫面 看一下有沒有錄 OK 這個畫面出來我們就用那個QR Code掃描 QR Code掃描 那 這個地方有一個QR Code掃描 在手機裡面按下去 QR Code掃描 好 我把 畫面 切回來 好 那我們這邊同時可以看到手機畫面跟那個 APP Event APP Event的畫面 我們在做掃描的時候 他就會去 討 這個程式 他的結果 然後 秀在手機上面 好 那手機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Bar呢 是離底下還蠻遠的 所以他的手機的畫面 可能是9比 9比16 但是我們在 模擬器裡面呢 並沒有 這樣的 應該沒有這個解析度的設定 所以 我們看到這個模擬器的畫面都是一致的 可能是4比3的畫面 所以會 導致我們在 看 實際上他如果 打包到這個APP的話 在Android的手機上面看到的畫面可能會長這個樣子 那就在 在蘋果店 不是在那個APP上面看的 可是 這個APP Event呢 目前是沒辦法做到蘋果的APP 所以這只是 可以看他的 結果 然後我們 是可以操作他 可以操作他 比如說按START 我 這個 不是手 是要手機上按START 然後可以在手機上玩 手機上的速度也蠻快的 他這樣好像跑不出去了 就是他會卡住在 在一個地方 有可能會卡住在一個地方 對 那 這個 這個部分我們上次不知道有沒有寫過 就是再加一個一個亂數 應該有寫 加一個亂數讓他可以 就是可以跳出來 不會說 譬如說你90度的折射 就是90度 那 永遠是跳不出來 所以 這邊就是模擬器 可以用那個 手機 那 Android的話 有很多的模擬器可以用 像夜神 夜神 可以用 夜神 這個模擬器 那各位 在家裡面可以自己試看看 模擬器的效果 好 那我們上次 做到 呃 看一下那個程式 嘛 就我們把 一些就是 沒有做成 procedure 的 把它做成 procedure 因為他 他 看起來就是用到重複的 東西啊 用到很多次 好 那 這個樣板都差不多 只是換了 image surprise 這樣而已 所以這種 這種東西可以寫成 procedure 把它寫成 procedure 之後呢 你就把這個參數帶進去 它就會取代 會取代那個 那個這個 這裡面的程式嘛 所以 就是把它寫成這樣子 這樣子 這個是 Gate Image Surprise 就是這個 好 這個 然後我們去 取得那個 Picture 取得這個 Image Surprise Picture 然後 如果他是等於1 等於2 等於3 等於4 等於5 這樣子 開始 的結果 去讓他去做一個判斷 那如果 如果是第一張圖片 他就會切換到第二張圖片 他還是會留在原地 不會消失 所以到 直到最後第五張圖片出來 如果你打到這第五張圖片的 那個 這個 Image Surprise 的話 他就會 就會 呃 不見 Visible 就會Force 好 所以這個是 程式方塊提供的功能 我們就去把 這邊的東西呢 改寫成這邊 那總共有五個 如果說你的 Image Surprise 大概有十個的話 你這邊就要做十次 就做十次的話 相當不是 呃 就是程式會 會非常多啊 管理上比較不容易 那也不能擴充 就是也可以擴充 但是他擴充起來就是程式馬很亂 好 那做這個處理就是說 一般的程式寫法都會是這樣子 都會有方巡啊或者是 procedure 來做這件事情 把重複的一些算事啊 或者是重複的工作呢 把它寫到一個包裡面 然後再呼叫這個包出來做事情 好 那這個包呢可以無限的去呼叫他來做 好 譬如說這個 我們在在算那個地回 啊五成四成三成二成一 這樣 這種地回的話也是有一些 會寫成這個 方形啊 然後讓他一直一直算 算到最後呢如果 他已經到零了就不算了 那不算的話結果就會丟回去給 那個等待 的變數啊就會得到結果 就會得到結果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把 一些重複的工作寫成 subroutine 或者說是 procedure 的一個 一個方式 那 做完測試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部分刪掉 按delete 把這些 這些沒用的刪掉 不會佔空間 好 那現在城市就看起來就比較少了 因為 這個這段城市嗎大概 管了五個城市啊 好管了五個城市那 這邊 簡短的就是說寫 寫要去做這五個城市碼的話 就短短這樣子就可以做了 也就是說五個城市碼把它換成兩個 兩個城市碼 一個是 procedure 一個是呼叫的 好那這個部分呢是上次做的 然後 然後 我們還有 還有一些東西還沒做 就是 我們要做過關條件 過關條件 過關條件 那 目前是 screen 1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程式別人寫的齁 他 level 1也有東西啊 他只說 他只說 level 1呢 他的他的東西其實沒有 沒有做完 沒有做完 可以不管他 我們就 就去產生一個 那個 screen 2 screen 2 就是 第二關的意思 好 那 第二關裡面 第二關裡面是沒東西啊 需要加一些 呃 比如說背景 那背景的部分 如果說有過關條件的話 我們可以 把它整理到工作資料夾裡面 比如說 比如說 你在 上次上課的部分 我把一些 要用的摳過去 大公司 大公司 這些呢 我們已經有用 有用到的 呃 還有這個 然後這個球也用到了 郭吉過關 再玩一次還沒用到 大概 大概這幾個會用到而已 那 再玩一次 光景過關 這個是在第二 screen第二 第二個 地方啊 screen2 地方 所以把它 摳到 工作資料夾裡面 做一個 儲存 然後 這個 要載進來的話 從這邊 Media這邊啊 去upload 那我們要upload兩個 兩個圖片 一個是恭喜過關 然後一個是再玩一次 再玩一次 這個圖片 這圖片你自己去找齁 不一定跟我找的一樣 最好是不一樣齁 因為 你要假如作業應該就是完全跟我的不一樣 這樣最好 好 然後 again呢就是再玩一次的圖示 那 我們要給他 也是一樣是那個 Draw裡面的 image describe 然後讓他可以有 互動 然後 回到 那個 screen1 好 所以按下去的話 會回到 screen1 這樣的操作 然後 screen2的部分 我們要做 那個背景圖的設定 背景圖設定的話 是在 background image 這邊 我們選他 按OK 然後 按鈕部分呢 我們希望在 在這裡面是用Draw 的Cabas 好拉進去 就在這裡面 畫面佈滿全部 然後 佈滿全部 Fear pattern with the fear pattern 佈滿全部齁 那其實背景就被蓋住了 所以背景其實 其實 其實可以 可以不用設 這個背景的部分 我先把它做取消 然後我們設在 設在這個畫布上面就好了 OK 恭喜過關就 設在畫布 設在畫布上 然後 再來我們加一個image 這個 這東西呢 要在 高度 至中最好 然後這個 picture呢 我們選 again 因為他 看起來蠻大的 所以 在 大小來講的話 要縮小 最高度的部分呢 我們去給他設為 64 然後 64 64 64 再來就是 他的速度0 可以看得到 然後這些是坐標 那坐標的話 你可以自己去移動 事實上 就可以先模擬看看 你可以把 現在做的這個 專案呢 把它存起來 save project as 存成 存成4 4已經存在了 5 5呢 5可以 好 那這個分數到達15分的時候 要過關 然後過關之後又要 那個重緯又要回到 螢幕1 所以 這樣子 這樣子的 邏輯 我們要去做那個螢幕的切換設定 所以在 Screen1這邊 要去做一個 判斷設定 判斷 我們在block這邊呢 做個判斷 那個事件判斷的是 是 是由什麼決定 由這個分數決定 所以那個控制的部分 是不是從控制這邊寫呢 因為控制它有凹洞啊 凹洞需要 別人來 來做 來做處理 所以 所以 所以應該可能是邏輯這邊 或者是 控制這裡 這裡看起來 是沒有 不然就是事件的部分 事件的部分 看看 任何的 這邊也沒有 那 那Screen1有吧 Screen1這個 這個是 Screen1本身的 的一些控制 那B2 B2頂的話 跟Screen1是 B2頂 Screen1就是 就是那Screen1裡面可以 可以做 可以做設定的 那假如說我們 在Screen1裡面 出實話 之前有寫過出實話 然後當錯誤發生的時候 還有當其他螢幕被關的時候 然後 然後螢幕的 Orientation changed 是當畫面有一些變動的時候做的 這是Screen 所以我們要寫 要寫在哪裡 就是 好像看起來都沒辦法寫 那 你要判斷分數 多少時候 那 就是說 等於說 在計算分數這邊呢 要去做判斷 如果 如果這個分數 如果這個分數呢 是 大於 或者說分數等於15的時候 我們就要 到 另外一關去 10 15 或者10 10 如果你 標準低點就是10 就可以跳過去了 那我們假設這邊呢 要去做一個判斷 L這邊 如果這個是加1 所有的程式嘛 就只有這裡 這裡會累積分數 那有個地方有扣分 有地方有扣分 就是因為碰到牆壁 所以 一般是打到磚塊加分的時候 如果超過 超過15 那就需要做 切換畫面 切換那個Screen 所以這裡 這裡 要托一個 Ctrl Ctrl 不是Logic A 看一下 分數的話是 是 Ctrl 皮膚 應該是這個 然後把它塞在這裡 那你要判斷那個 分數 分數 這是GET 這個分數 GET Depic 然後 判斷這個 如果等於15 那就是算是 算是 如果是等於15 你就把它塞進去 然後他這個 這個是數值 所以 拉一個數值給他 我們先射死好了 在測試的時候比較快 然後 放在這裡 就是如果 這個 分數呢 加到10 那我就要過關 這過關的部分呢 是Screen這邊 過關 那切換 切換這個畫面 是 在哪裡 在哪裡呢 切換畫面 這個地方有 any component的 指示齁 你就找一下 然後 這邊有open another screen name 把它拉進來 然後這個 label1呢 改成 Screen2 這樣子 這樣的話你這個分數到達10 它就會切到Screen2 那我們回到 回到這個畫面 那現在我們用 手機又跳掉了 手機畫面 我們타민 就對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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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在車場 我们再做扫描一次 然后 看一下10分的时候 够10分的时候 他会不会 这个 这个排版好像有点问题 等一下我们处理看看 就是说他在真实的手机画面上面 看起来不是 我们设计画面的这样的长相 所以比较调一些参数让他可以正常的显示 那我在手机这边开始做一下 有过关 然后他有一个错误讯息 然后这边 这边因为再玩一次没有去设定 所以他不会做任何动作 OK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再玩一次这边 这边其实没有对准中央 所以在这里要做 那个设定他的位置 这个设定 设定位置要怎么做呢 我们如果把把那个 initial的 inmate is prime 因为他在 他这里没有做对齐的动作 interval,interval,feature,rotate,rotation,rotate 可以打勾拿掉 他这个性质的部分没有做 那对齐 对齐的部分是 在画布的部分他本身是有 高度啊宽度的对齐 所以这个 图形他怎么对齐 我们必须写程式码 现在先写程式码 就是按 如果我们按那个按钮 那所以就是 当这个被 被touch到的时候 touch的 那我们要做它 回去那个画面的动作 回去画面动作应该是在做的 找一下 谢谢大家 画面切割应该在这里 画面切割应该在里面切割应该在里面切割应该在里面切割 刚刚那个指令 然后那个 初始化就是说 screen初始化的时候 要做那个image对齐 映出实化 然后设这个image by x X X的部分要设成那个画布的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然后再夹它的 它的高度 再减它的高度 二分之一再减它的高度 所以画布画布的宽度 画布的宽度 二分之一 加上二分之一 所以在这边呢要做除的动作 除的动作 画布二分之一 所以除二 除二 这个是二 然后再加 再加 再加还是减 这个image by 要在画布的中间 画布的宽度 所以那个画布的宽度 二分之一 之后 因为它 它的位置是左上角 是参考点 左上角 应该是 比它的二分之一还要少一点 所以要减去它的 那个image的宽度 减去image宽度 image宽度 image supply的宽度 宽度在 这里 好 也是一样二分之一 也是一样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所以 限 这个去 这个宽度去减掉这个的二分之一 所以这个还要再除以二 除以二 那二 二 二分之一 除以二 这样 塞进去 好 那这边的 明算式就是 画布的宽度的一半 然后再减 掉 image supply本身的一半 移过去 所以 设定给那个 X坐标 咦 桌标就是 那个 按钮的左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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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这边就是初始化 那Y呢 Y 再 复制一个 我们把它改成Y 改成Y 改成Y 那这是它的高度吧 除二 然后 然后 一样是减的 然后一样是减的 然后一样是高度 高度 高度 除二 这样的话 就是在初始化的时候 把这个image supply one 塞在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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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们把这个 收益存起来 然后再做测试 做测试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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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他已經在中間了 目前我們在Screen1 Screen2的地方 然後按那個再玩一次 然後切到前面的畫面 不好意思 這裡這裡要Screen1 Screen1 這個要Screen1 切到前面的畫面,切到自己就不行 Creen1 可能 再玩一次 這樣就對了 就是 那我們在玩的時候 如果過關的話應該他要跳到 應該要跳過去,這樣就對了 那 這樣是不是全部做完了 我們看一下作業1的 題目到底要做什麼 那搭名是A加你的學號 A加你的学号 所以我们在这边存一下 另存心打 存成A加你的学号 然后 以你的姓名单字图片作为砖块 你的学号当作横杆 你学校的logo当作球 有吗 应该都有 咳咳 自行摆设砖块,姓名砖块 然后在Squingman,设定过关条件 产生一个过关的画面 然后画面新增一个再玩一次图示 按就会切换到开始画面 重新 重新玩游戏 那画面有积分的显示 有失败的提示跟重玩的按钮 那个上面都有 但是重玩 重玩这个按钮正不正常 重玩 重玩 看一下重玩 reset reset就是让他重新回去 回去原来的地方 然后开始 看起来是可以的 reset他 他就重新把那个 球也自定位 然后其他的状况都自定位 reset做几次的话 大概就就那个啊 因为他他有 跑到那个 嗯 撞墙壁的部分 所以他 打了之后撞墙壁他就 又算加一分嘛 所以 撞墙壁那个部分我们可能把它过滤掉 我们来想看看怎么去把那个撞墙壁的部分 过滤到 就是在 QUIN1的地方啊 撞墙壁 因为这边的判断啊 并没有 很精准 把这个稍微 调整让他看起来 看起来好一点 然后这个这个没用到 这个这个是在做什么 这个多余的程式码 没用到可以把它删了 对 哦 哦 就这边的逻辑上 逻辑上 如果 如果这个球碰到的 球碰到的这个阿勒是 如果阿勒是 墙壁 墙壁他就不在这里面 墙壁他也会加分 这样我们这边要改写一下 如果不等于 应该说如果不等于 不等于 不等于 如果不等于这种 不等于这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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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会做这边的动作 等于说我要把它换过了 我先把它的 这个换过了 就是说 这里有 any component any component any surprise any image surprise 这边 如果任何的 应该用这个写 比较方便 如果任何的 image surprise 被撞到的话 他要做加分 应该 这个 因为这个是 之前开发人写的 那我也是用他的来改 但是我们发现 他碰到 碰到那个墙壁 他会加分 因为这边的判断 就会让他加分 所以只要任何的 那个image surprise 有被碰到 他就要加分 所以加分的部分 我们要写在 就是 有碰到的话才加分 没碰到就不要去做 不要做人的动作 那所以 看一下这边好像一样的 这两个都一样 没有 231 2 3 4 4 5 3 5 5 4 3 5 5 5 6 5 5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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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 先做一下 做一个新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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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